皇上称这个相国只是个虚职 表示现在自己这个相国之位 不过只是一个虚职罢 根本就没有事权可言 如果自己顶着的相国的官职 去管理诺大的忠书生 恐怕有些人会说闲话的 其实李善长想要表达的意思 也很明显 那就是想要朱元璋 给他成相的位置 要是不安排到位的话 我可就不会好好地给你做手 一听这话 朱元璋虽说内心颇为不满 但思考在三后 还是换上了一副笑脸说道 此话一出 瞬间让李善长欣喜不已 看来丞相的位置 那是十拿九稳飞自己莫属了呀 得意的李善长开开心心地 转身离开了 然而他又哪里知道 朱老板根本就没有打算 将他任命为丞相 山长啊 你这是明白着 事项咱要职权呢 你越是怎么要 咱就越是不给你